由于近年来越来越多华人跨海到美国创业 因此南加州知名专利律师王松峰就发现 来自亚洲专利申请2017年大幅成长 不过面对2018年专利商标新变革 王松峰更特别提醒了一些注意事项 近年来随着中美两地商业贸易热络 越来越多信心行业选择跨足美国与亚洲 尤其是透过南加州知名专业律师王松峰的专利申请量 2017年更大幅成长 我们也看到说很多至少我们的客人群的话 百分比战的话从亚洲来的会比较多一点 甚至是从国内来的 因为现在国内他有些看是做什么样的生意 或者是做什么样的科技的话 有些是政府会补助的 中央政府会补助的 所以他们就是希望说你可以在美国申请专利 强调专利申请是跨领域专业 目前担任超过上百家公司法律顾问的王松峰就提到 想让专利申请过关 最重要的关键就是要看专门人才与专业团队 我们不但是要了解专利法 就是说这个专利法因为怕以后诉讼的话 要怎么来保护我们客人的专利权 但是我觉得在申请专利这一块的话 我们都是希望说有我们的工程师 还有我们科学家都是会学到一些比较新的科技 尤其是电子电脑这一块因为都在改 一直都在改这样子 所以就是说客人跟我们讲什么的时候我们要知道 而前瞻2018年美国最高法院将对专利侵权诉讼程序IPR做出宪法解释 究竟侵权被告方能不能反诉讼也是专利法的观察重点 那假如是宪法允许的话 那就代表说一下子很多的案例诉讼会减低 因为专利holder怕自己的专利被补回 掌握美国新趋势外同样熟悉亚洲市场东向的王松丰律师 也提醒华人企业电商龙头Amazon 2018年将要求卖家全面注册商标 因此不论企业或个人都要提前应议 观众查询更多讯息 请向松丰律师事务所观望 以上东西新闻彭弟罗瑞玲在罗杉矶的采访报道